人家所有的小孩都好教 我們家也很棒 你放在最後 這樣教的話我就覺得說 我會不會太寵我女兒了 不會 問題妳老婆管得很嚴好嗎 我覺得妳女兒很優秀 因為她老婆是金牛座 對 妳老婆跟我們是一樣的 是沒錯 我平安講 我們家媽媽管得比較嚴重 我常覺得我們固定星座 也不是自己天生愛扮黑臉 但另外一半如果喜歡扮白臉 我們就只好當黑臉了 是 沒錯 我真的覺得我們是受害者 我真的好愛你 我真的覺得是 可是這一組當壞人 當得很像真的壞人你知道嗎 我對我女兒是分兩個階段 她在小學的部分的時候 我對她的要求是比較硬 因為那個時候 妳要控管她 她沒有責 她絕對要聽你的 沒辦法反抗 對 而且她沒有到叛逆期 她絕對聽你的 所以你就柿子挑軟的吃 沒錯 那還沒辦法 可是我覺得 你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那個時候來塑她的型 他比較不會跑掉 我對她要求 其實也沒有說在功課或什麼 我是也是有點放縱型的那種 但是我只要求一個 規矩 禮貌和道德 這三樣你絕對不給我騙掉 不可以騙人 你騙了就完了 我說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都是在她小學的時候 一直這樣子框她 就是希望她到了這個叛逆期的時候 我們比較好溝通 應該這樣講 事實上她到叛逆期的時候 我們也受很多氣 妳也 會 哪個父母不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妳就是 妳就發現 女孩還好吧 再怎麼叛逆也不會 妳叛逆期的時候 妳父母 我不能說我叛逆 我是我爸媽被叫到 我念女校 被叫到訓導處去世 因為我揍那個同學 我會揍那個同學 是她叫我揍她 她就這樣 妳答我 不可以妳答我 妳答我 對 我們聽不得這個話 我就聽不得 機不得 我覺得倒不是 我奇怪 她就叫我爸媽來 倒不是在學校做錯 我覺得那個叛逆 不是在學校的問題 而是在家裡面 她跟你在對話的時候 那個衝 那是因為她長大了嗎 要回話 會 因為我很清楚 她在叛逆了 所以呢 妳就開始吃藥 吃什麼藥 降血壓 降血壓 為什麼要這樣吃 我只有想辦法 故心慘 不然怎麼 所以妳只有深呼吸 然後妳只有吞 因為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到大學 這個判逆期過了 這個問題都不見了 過了就好了 對 那我們只好好言相勸 那想辦法疏通她 然後呢 去跟她講道理 幾乎於求她就是說 妳聽我們的 然後呢 想辦法把這個判逆期 把它拖過去 不然的話 妳能怎麼辦 妳明明就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過來人 我老婆也是過來人 我老婆 抓空到已經 快把房子掀了 我就跟她講 妳在叛逆的時候 妳父母怎麼對待妳 所以妳現在那張表格 是老婆的叛逆期 這個就教育費 教育費 就一個女兒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有點跟人吧 有點相像 就是說 我們那個時代 學不到東西 對 那我就希望她 能夠多學一點 有三樣東西 我說妳一定要會 一個游泳 幹嘛 為什麼 求生意識游泳 我們內在哭 都是第一個要才會游泳 一定要會游泳 一定要會游泳 而且現在國小要游泳 要考試過才可以畢業 對 一定都要考到證照 當然要 第二個就是騎腳踏車 跟我一樣 完全一樣 對 騎腳踏車 還有一個就是溜冰 這個就不懂了 這是你在冰宮拔到 對 拔沒有說的 為什麼要溜冰 溜冰 因為我覺得 你要會溜冰的話 你就會滑雪 還有你的平衡 你的平衡就很重要 那當然在生活上面 你就多了一個樂趣 好 那統計 教育費 差我們也是差很多 一百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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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一百萬 你少了個零是吧 一百萬 一千吧 你少了個零 這是百萬 這個是學習課程 他這個學習還沒有學費 沒有學費 沒有學費那些都沒有 剛剛自己不值吧 那讀書的話比較高一點 20萬 20萬 一個學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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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小學吧 超過 超過 好 你來看看 他的這個表演的影片 對不對 請看 有賴音裡的味道 這是氣質喔 有喔 所以我讓他取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給他定一個目標 引起他這個自己自我要求 好 我們來看看 選我們這一組的 來 打聽考題或作弊的新美姐 跟剪長大哥 那你們是什麼樣的父母呢 放手發展型 兒生自由兒生福 從小培養獨立性 我覺得我很準 是 我覺得我很準 培養獨立性比較重要 對啦 如果請問 你會不會 是 選人